妳是我的女生 看到我的手上的配件 應該就知道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啦 我知道 打廣告嘛 不是打廣告 女生頭皮卻很可怕耶 你知道嗎 像有些人錄影的時候 老是講錯話 我也覺得非常的尷尬 你是說你嗎 媽 我 因為他之前把周慧銘 講成是 你自己也差不多好不好 他今天還講說 這個新聞已經 妙妙妙妙了三個月 不好意思 他是火腹是草好不好 好啦 那些事情都過去了 我們就讓他來 好 沒問題 可是你知道 像這兩天啊 有些大明星也有很多 很出糗的畫面 我覺得很可愛 趕快來看一下 大明星當時好酒趣 梅爾吉伯勳 今天第一棒就是在今年加入 預寫任務三的梅伯 梅爾吉伯勳啦 今年五十八歲的梅伯 雖然在電影裡 還是幾位瓦鈴 不過日前 他與片中其他老將們 在上節目宣傳時 竟然就出現抽糗的四啦 這椅子真的就給他做垮啦 尷尬的梅伯還以為是誰偷偷整他 甚至還一度做到史特隆的大腿上 梅伯啊 雖然年紀大發福了是難免的 只是人家史特隆都六十八歲了 也沒坐垮椅子呀 大明星當時好酒趣 雅利安娜 說到巴西超模雅利安娜立馬 她可是唯獨立雅的秘密的御用model 跟基薩爾邦臣秉稱 內衣摩托爾界的兩大天后 咦 那麼雅利安娜的尷尬死客 應該是在生產台上咯 NO這個孟姆是在今年 她到紐約拍廣告時花孫的 當時她在媒體包圍下 要回保姆車 沒想到竟然 現在 走 走 走進去 右腳 嚇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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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這一下虎哥光用看的 頭就昏了 不痛不痛 虎哥給你秀秀啦 下次走路 記得要像走伸展台一樣 看前面啦 大明星當時好酒趣 雅當跟沙瑩 雅當布爾頓是英國著名的 電視評論員 就是名嘴啦 而且這個尷尬時刻 還真的跟他的嘴意有關啦 日前他在新聞直播中 講一半竟然臉色大變 這個廣告比 昨天的那個 你想要休息一下嗎 因為他在說話不停 你還好嗎 現在我把蝸蝸蝸蝸 就好 不 吃到蒼蝸雖然沒有面不改色 不過還是趁著繼續賴蝸蝸 虎哥佩服啦 不過說吃到蒼蝸 其實台灣女主播黃青 還是前輩啦 當年她也是在直播新聞時 誤吞了一隻蚊子 雖然去年曾經被警方 給查氣過 不過這個業者 還是繼續的經營 經營詞引發氣喘 直接送醫 甚至還登上國際媒體 一求天下之 真的是超尷尬的啦 要過癒了吧 吞蒼蝸蝸蚊子 都好過麥林大將 Ashley一樣吞 不懂 押鳥